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节价优惠3499元 更送三年保修 特别加送礼品ILG927脚步按摩器 按摩大王电话415-412-0985 415-412-0985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电视新闻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四 我是主播明月 大事小时身边是星岛和您紧贴时事 我们是在美国旧金山湾区为您特别制作的节目 希望可以为您提供每天最及时有用的国际全美加州 还有湾区有价值的资讯 下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俄乌战争战火仍憨 德国总理舒尔兹 法国总统马克龙 意大利总理德拉吉 以及罗马尼亚的总统约尼斯 与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在首都基辅会面 四国都表示支持乌克兰立即加入欧盟 德法裔三国领袖坐火车抵达乌克兰之后 前往了基辅市郊的伊尔平 视察了受战火损毁的情况 他们都表示会协助乌克兰战后重建 欧盟委员会将于星期五 就乌克兰的欧盟候选格 获选国的资格提出建议 国会暴动听证案今天继续 前总统彭斯出庭作证 听证会围绕着彭斯作为副总统 是否有权改写大选的结果 结论是根据相关的文献历史 甚至仅仅以常识议论 彭斯都没有权利也没有正当的根据 可以推翻大选的结果 彭斯表示他的幕僚长曾经多次的提醒 和警告特朗普任何拒绝选举结果的计划 都是非法的 并表示特朗普曾经向他施压 让他承认胜选 为了解决油价飙升的问题 总统拜登邀请了包括雪佛龙公司 还有撬牌的公司在内的七间石油高企的高层 在下周就高油价的问题召开会议 目前还不清楚会议的形式会如何举行 以及会议的时间 信中拜登呼吁了石油公司增加汽油的供应 抨击石油公司在民众应对创纪录的高油价之际 仍然提高价格是不可接受的 不过部分的石油公司代表则表示 不满拜登指责其加价 已故的美国富商爱波斯坦的前女友 英国社交名媛马克·斯维尔 去年12月被裁定诱骗未成年少女 卖淫等五项的罪名成立将会被判刑 他最高可以被判入狱70年 马克·斯维尔称 自己在纽约市布鲁克林的联邦监狱当中 曾经遭到一名同房的育友暗杀 他计划在睡梦时将他勒死 之后他要求转移到了单间监狱而逃脱 为求得减刑 他的律师还提供了马克·斯维尔痛苦的童年遭遇 美国领导的反伊斯兰国联盟ISS表示 联军今天在叙利亚的一次行动当中 抓捕了一名高级的ISS领袖库尔迪 他被认为是该组织的爆破专家及战略家 也为ISS策划行动 行动期间没有参与袭击的美军人员和平民受伤 也没有飞机损毁 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埃里克库里拉将军在声明中说 虽然已经比以前没落 但是伊斯兰国仍然是一个威胁 最近几天 美国堪萨斯州持续的高温 局部的地区气温达到了华氏108度 当地的卫生和环境部门就表示 高温高湿的环境已经导致了当地的牛群出现了应激的反应 目前已经至少有2000头的牛被热死 堪萨斯州是美国第三大养牛州 供养只有超过240万头牛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当地的牲畜养殖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好来看一下湾区本地方面 行岛记者张曼林乌伦市的报道 乌伦市长薛丽比市议会的主席利奇等人 在东乌伦的Garfield小学门前 宣布了该是首个限速15迈的路段 此举是为减少因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 降低对学生和妇女的威胁 薛丽比就表示 作为一名母亲 她支持社区领袖为更安全的街道采取行动 欧克兰市今年会陆续在东乌伦的20所学校的路段 限速15迈 其中在8月的开学前将有10个学校完成设置 湾区中半岛的圣马雕县的警方 引入了沉浸式的虚拟实境的系统 让警员接受应对真实世界紧张场景的训练 借此保障应变人员和市民的安全 美国近期大型的枪击案频传 警员应对的能力受关注 这套系统还能让警员练习 降低场面对抗情绪和表达同情心的技巧 训练应对活跃枪击案等高压力场景的能力 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为您播报 要带出真修百味的滋味唯有制美斋 诞生于明朝万亿年间的制美斋 早已经风行海外 制作技术被评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中的天顶头抽堪称穿越400年的人间美味 还有驰名中外的猪脚浆醋 山楂醋 卤水汁 蚝油 各种不同的醋 各式的调味较料 盐局鸡粉 黑椒汁等 让主菜小白变身大厨 北美总代理福泉食品 电话415-822-891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一下加州方面 被称为是进步派的洛杉矶的地检官贾斯康 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指责 因为称他让一个暴力帮派的分子 枪杀了两名警员之后还获得了自由 那该嫌犯35岁杀害了两名警员后 即使被地检署指控是非法携带枪支重罪 也被释放了 他的脸上还纹有效忠帮派的纹身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国参议员特德·克鲁兹 批评这是贾斯康的鲁莽行为 他是一个激进的对犯罪软弱的地检官 贾斯康是前三番式地检官 他的继任者博撤斯刚刚因民众不满惩治罪犯力度轻而被罢免 来看一下财经方面 美联储昨天公布了加息0.75%之后 今天美股交易市场再度大跌 道琼斯的工业平均指数下跌超过800点 跌破一年多以来紧守的3万点的关口 美联储下调2022年的GDP前景 上调失业率和通胀前景 表明经济仍然疲弱 投资者现在担心美联储对天然气的打击太大 可能会导致政策的错误 美国化妆品巨头陆华农 因为无法应对繁重的债务负担和混乱的供应链 于昨晚申请了破产保护令 陆华农在破产的申请书当中表示 由于无法获得充足且定期的原材料供应 该公司目前无法及时的满足客户对其产品 近三分之一的需求 并指现在的材料从中国向美国运送组件 需要8到12周 成本是2019年价格的4倍 预计公司将会从现有的代方 获得5亿7500万美元的债务人持有融资 才能够帮助支持其日常的运营 好来看一下国际方面 世界卫生组织的每周疫情评估报告指出 上星期全球路德的新冠病毒确诊个案 大部分地区继续下降 有320万宗 但是中东和东南亚的病例 分别上升58%及33% 比之前每周多了8700名的患者死亡 按周上升4% 终止5周的跌势 当中每周的死亡病例增加了21% 西太平洋也上升了17% 来看一下英国记者 菲拉斯早前和土著专家佩雷拉 前往了亚马逊森林 采访当地原住民部落期间失踪 那巴西警方今天就宣布 随着41岁的遗凶阿玛里尔多 带着警员前往了弃尸的地点 发现了两人的残肢 后续将由法医进行验尸 据悉凶贤是将两人肢解之后 再进行焚烧埋进了土里 来看一下阿根廷 拉菲拉一间超级市场 近日发生了毁坏的事件 一名25岁的女员工 因为不满被炒鱿鱼愤怒地 砸烂了店内数百瓶的红酒 那领现场满地的酒水玻璃碎 那该员工其后也被警方拘捕 该女子表示自己当时正处于极度的愤怒状态 因为长期被雇主针对 受其不公平的对待 女子认为雇主当场解雇她没有任何的理由 她之后会再遵循法律途径追究这一不合理的解雇 来看一下日本全国设有着不少的自动贩卖机 那贩卖的食物的种类也是非常的多 不过近日呢 因为当地有食用昆虫的文化习惯 长野县的高森厅还专门提供起了昆虫类的食品 每袋销售1000日元到2600日元 那该昆虫的零食呢 共有18种口味 甚至还有巧克力味 分为油炸或者是烤制两种 种类包括蟋蟀 蚂蚱 蚕 甜蝶 还有狮子等等 哥伦比亚警方查获了1300多公斤 伪装成冷冻土豆还有薯条的可卡因 警方认为这是近年来最创新的毒品贩运尝试 周四哥伦比亚国防部在推特上发布了影片 显示官员激货的一批假土豆 被冷藏和真空密封 这批货物的发送目的是西班牙 据警方称检查人员因为发现土豆上没有标明保质期 所以好奇才进一步检查发现了这一步法的行为 好 节目的最后介绍大家两款便宜又好用的按摩椅 可以将它当作礼物送亲友送自己 第一款是按摩摇椅只要669元 可以承载和限制体重330磅 还有六个按摩模式针对身体的三个不同区域进行舒适的按摩 第二款是高档的皮质按摩椅只要2999元 独特的L-Track系统的真皮按摩椅 专门帮助您在一天的工作后减压而设计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新电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主播明月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